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有西医 中医和气功修炼三种途径 西医是当今最风行和最主要的治疗方法 现代西医以人体解剖学为基础 发展出临床的一套理论和治疗技术 打针 吃药 开刀 拍片 化疗等主要治疗方法 讲的是头疼至头 脚疼至脚 局部处理也比较机械 比如发烧就吃退烧药 打退烧针 发炎就吃抗生素 哪儿溃烂 癌变了就开刀切掉它 中医在历经了新盛又衰落后 现在正在再度兴起 区别于西医的局部分析和治疗 中医更倾向把整个人体看作一个系统 经络学说 子午留住图 阴阳五行说等 都强调了整体有机的概念 所以讲究辩证失智 人要与天地 外部环境相合相配 心情情绪也影响到健康 经典的有怒伤肝 郁伤疲 恐伤肾等说法 要好病防病 就不仅用药物调理 还要调节改善自身的心情脾气 乃至生活习惯 这样看来中医比西医要高明 我有一个好朋友 在大学教书 有一段时间月经停了 憋得很难受 找西医看了多次 都认为是妇科出了问题 开了很多药 吃了也没用 后来呢 有人介绍了一个有名的老中医 老中医看了认为是肠胃纳血不足所致 一具药下去立刻见效 看似是妇科的毛病 问题居然在肠胃上 这正是中医的深刻和高明之处了 气功是新名词 本质是修炼 用了前两招都不行 人们就开始求助于气功与修炼了 简单的气功人们觉得只要练练动作 孕孕气就行了 可真正的高层次修炼认为 病是人以前做了不好的事情 欠下了业力所致 所以要好病就要修炼 要消业 还业 人心要向善 要求真 要学会宽容 忍耐等 从根上去病 当然这也是最彻底的治病方法 不过呢 也有些人对此不理解 不接受 我曾经看到过台湾有一个病例 一位中年妇女得了乳腺癌 病处溃烂 流黄水 刚好她开始修炼法轮功了 有一天她在打坐中深度入定 进入一个很深的空间 看到一条银色的鱼 对她十分仇恨 原来是她以前杀生所致 其他鱼没有太多怨恨 可这条鱼呢 非常的恨她 所以导致她得病 因为开始修炼了 佛法化解了鱼对她的怨恨 表现在这边呢 就是病处停止流黄水 开始收敛 结痂了 最后彻底痊愈了 巧的是呀 我以前在网上还看到过一个 美国医学博士施诊的例子 她在中国学过中医 到美国呢 又学了西医 后来又练起了法轮功 从医院工作出来后 她自己开了一家诊所 出诊的标价是 看西医一次200美元 看中医一次100美元 教练法轮功功法0美元 别人觉得很奇怪 问她同一个医生看病 为何三个价格 她答道 看西医 我要为你的健康 负全部责任 就收全价 看中医 我要开药 还要提出改善 生活习惯的建议 我为你的健康负一半责任 你也要为自己健康负一半责任 所以我收一半钱 而你要是修炼法轮功 你只要按照法轮功的教导去做 就会身心健康 你将为你自己的健康 负全部责任 所以我分文不取 免费教功 你看 这位美国博士医生刚好道出了治病的真谛和奥秘 三种方法 三种肌理 三个层次 依次地生 朋友 您想得到真正的健康吗 那就好好想想这位博士医生的话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这一集的正见之音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